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抗了蒙古铁骑五十年 但有一个人的陨落 直接结束了南宋武力强盛的局面 关于岳飞之死 有人说是宋高宗听信了秦桧的谗言 最终导致岳飞被杀 也有人说是因为岳飞功高震主 威胁到了皇帝 皇帝才下令复死他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有些人说 岳飞是因为飞鸟计 梁公藏 小兔死 走狗喷这种原因才被杀的 其实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全面 岳飞一定得死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他的一个决定让皇帝的皇位不稳 这才招致杀身之火 岳飞死后 宋高宗去祭拜时曾经说 非清不忠 非阵不明 其实就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 就是宋高宗其实在心里知道 岳飞是北 冤枉的 而且莫须有的罪名 也确实是很牵强的 但是 他非正不明 这一句 则是在为自己开脱 因为他自己也有说不得的苦衷 岳飞一心为大宋尽忠 并且在前线屡次大败金兵 有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要赢回宋徽宗和宋亲宗 来洗血大宋的前耻 可是他没考虑过的是 如果宋徽宗和宋亲宗回来了 那么现在的皇帝宋高宗该怎么办 是继续当自己的皇帝 让宋亲宗和宋徽宗当太上皇充当花瓶 还是交出自己的皇位 让他们两人富贵 展开权文不管怎么样 对宋高宗来说 这都是个难题 所以 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就是岳飞打败金兵 赢回宋亲宗和宋徽宗 他只希望岳飞能够抵挡住金兵 保家卫国就好了 岳飞没能想明白这一点 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 而且 还有一个原因也十分重要 宋高宗的皇位来得不正 他本来是宫女的孩子 做皇帝是没他的份的 而且在继位之 前 他还被军官们软禁 受过手下大将的背叛 所以对军人本身的印象就不好 而岳飞的岳家军 战斗力极强 并且只听岳飞的号令 这就犯了皇帝的大忌了 相当于这支军队是岳飞的专属军队 皇帝是无权调动的 而且 岳飞自己也放弃了最后一线生机 如果他接到撤军的命令 就立即搬尸的话 还有可能不被杀 而当皇帝用了十二道金牌才召回他时 等待他的结局就非常确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